而总统蔡英文就职已经满半年了 专属的安全防护车配备也终于曝光 根据了解 这档编列了2500万元预算购入的全新安全防护车 防弹系数和德国总理梅克尔的坐车同等级 电影《白宫末日》描述美国总统遭遇恐怖攻击 但总统坐车不止防子弹还防监视飞弹 无间不摧成为救援行动关键 现在这种高规格安全防护车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有一台 国安局编列2500万元替蔡英文购置的总统坐车 虽然和现在乘坐的60TFSI Quattro一样是奥迪A8L系列 但奥迪A8L Security安全性能大大提升 全车板金以防弹钢板制造 除了内部加装高强度防弹钢板 车门还加了一层防弹纤维厚达10公分 全车不只能抵御步枪狙击枪攻击 就连炸弹威力也不是问题 另外防爆轮胎即使被子弹贯穿 还能以时速80公里高速行驶大约100公里 Security的防弹车 它其实是符合民用防弹标准的最高规格 达到了VR9的等级 应该就是真正的梅克尔等级的一个防弹用车 除了防弹系数高和德国总理梅克尔坐车同等级 这款安全防护车车上还有独立的通讯设备 自动灭火逃生系统和紧急氧气供应系统 用来防止深化武器攻击 它的座舱会自动密闭 它可以提供 时间不一定要看它选配 最高可以有一个小时的存氧 它还有车上还会有灭火系统跟独立的通讯系统 所以基本上它已经算是一个可以很迅速移动的装甲车 应该说超值啊 小英心坐车安全防护面面到位 2500万预算看在专家眼里觉得很划算 但这号称移动城堡的防护车 车龄只有7年 届满后就会送到军方保修厂 拆掉机密零件 当成废铁卖掉 只能说耗资人民千万纳税前 保护总统合情合理 但后续处理恐怕还是得顾虑一下小老百姓的心情 欢迎新闻罗宇翔黄云廷台北报道